阿嫂, 太太早了 來…好 丫丫叔 起來, 走開… 我要抹一張椅子, 趕趕趕趕趕 兩位康嬸, 你們搞衛生 不用同事, 是吧? 你不見我在做事嗎? 你的腳… 真煩 丫丫叔, 自從你搬回來之後 不是坐, 就在這兒攤屍 阿嫂, 除了吃貢訓, 你做過甚麼 現在我們搞衛生, 你這麼大意見 小子, 你是成年人 好意思叫兩個嫂子服侍你 我怕你們 一個一個, 沒事做, 找我來罵 我去別處坐 你…你沒事 我有件事要跟你說 你說 既然你回家住 我們要替家人分擔一下 明天你就負責家裡的掃地 拖地和煮飯 你說完 家裡有多少事要做 就這幾件事我做完 那又不是叫你天天做 那也好一點 我可以星期六日 你…你想 除了星期六日 一至五都是你的 五天? 你…你不用為家做些貢獻嗎? 話說回來 你經常玩手機對眼睛不好 不是嗎?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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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來 還要立即 要不要這麼快 阿左, 辛苦你 還好去買菜 你為左傢伙對著點事 抹乾淨一點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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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 你… 祖哥, 你搞什麼東西 兩天沒見過藥殘成這樣 不殘是怪的 炸炸臨想送 麻煩, 快點… 對了, 祖哥 今天怎麼這麼好約酒呢? 空空, 空空這句話 對於我來說是奢侈的 自從我搬回家住之後 我反而覺得我自己像老媽子一樣 做家務是嗎? 隨便應付一下就可以了 隨便?你以為不知道我家有多大 你動手也累死人 你說, 你知道 科技這麼發達 為何沒有發明一個機器人 代替人類的事 做了家務嗎? 很棒 說好又說 全能家務機器人真的沒有 不過單一功能有很多 例如呢? 例如掃地機器人 你這樣好 還有什麼其他? 當然有 譬如炒菜機, 洗碗機 要弄一套 這樣就可以解放我的勞動力 到時候我沒空到想做什麼 有一個… 對… 不過這樣 這些高科技的東西一般都挺貴 譬如稍微好一點的掃地機器人 兩三千塊 還有, 名牌的洗碗機 四五千塊 等等… 我覺得這策子 完全可以不是一部按摩椅 為甚麼? 我不是索性 即是在家裡搞完家務之後 我在按摩椅鬆一下骨也好嗎? 喂, 家裡不是你一個人 對吧? 怎麼可以你自己出錢 一如回去跟他們針針 眾籌一套 眾籌?你真是有所不知 在我們家裡除了四個小朋友之外 個個都是科技盲 不怕 我手機有一條影片 就是講智能家居生活的概念片 看完之後 他們就可以感受到 如果家裡有智能家居的話 是多麼自由、輕鬆、自在 這條影片多吸引人 有它, 我有信心 對了, 大家都沒散 我有件事要跟大家宣佈 小子, 不要出古話 今天輪到你洗碗的 有話要說, 洗完後才說 對了, 我今天說的這個話題 跟家務有關 我找到一個絕世的好辦法 可以解放大家的勞動力 你不會想請甚麼終點工吧? 不是吧? 終點工就是你們的舊上時的思想 我們新思想不會這樣做 阿祖, 趕緊說, 甚麼辦法 那我就開估了 是一整套的智能家電 甚麼智能家電 洗碗機, 炒菜機, 掃地機器人 家庭影院 簡單來說, 用機器代替我們人手 令大家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家務上 明白嗎? 這些事是蛇王才想得出來 是呀 話說回來, 搞這麼多事 要花多少錢? 大哥, 智能家電大勢所趨 正所謂, 科技改變生活 令你方便 怎能因為區區的小錢 而阻礙我們前進的步伐 對吧? 阿祖, 區區的小錢不是錢嗎? 我有一件事給大家看看 走… 大哥, 你看這視頻裡的人 好像甚麼事都不用幹似的 真的這麼有空 你不試, 怎知道他有沒有空 關鍵有一件事 你不喜歡, 退貨 好 可以退貨 好 是嗎? 是呀 是呀 弄成這樣的東西, 要多少錢 給我一萬元吧 二萬塊 別這麼緊張 不是一人一萬元 是一萬元總數 好 希望沒有合格 祖哥、宋哥 好, 你們慢慢喝 繼續… 說起你的視頻很厲害 正所謂, 廣告做得好 他們只看完影片 馬上答應給我試 我已經幫你穩定了很多牌子的電器 給你看看 蘇地機器人, 美國牌子 三千九百九十九元 這個洗碗機, 德國貨 那不用說了, 這東西又要三千多 你要這樣想才行 可以的, 一分錢一分貨 你也不想買樓的東西回去 讓你家人笑你 還有很多 我幫你留意了西班牙的炒菜機 行… 你說的這些牌子, 我覺得挺好的 但是我絕對不會買 為什麼 三千多、四千多 加起來是很大的數目 我受不了 上網能夠找到更便宜的 謝謝你 給我這麼多信息 我先走了 好 等等 祖哥, 還沒結帳 老大 來… 拉叔 你又說幫我們解放勞動力 還要幫忙做的嗎 問這麼多, 怎麼問得你搬進去了 來… 謝謝… 怎麼了?送的嗎? 這件事真是好東西 甚麼? 只是給你利益 攝像頭 等等, 拉叔 看見沒有 那裡有攝像頭 你又裝了攝像頭 你這隻攝像頭 你這隻攝像頭 是可以的 你知道我這隻叫甚麼嗎 甚麼 無線網絡遙控攝像頭 有甚麼不好 我到時候就在手機上教你操作 你不用每天都在看監視屏 不用看 只要你用 你隨時拿起手機 一打開 是, 你就可以看到外面有甚麼事 經過甚麼人 關鍵一件事 你可以看到阿冰冰圓圓 又無偷 這件事真是 是 我已經把智能家哥已經配置好 我手上這個搖控器 不是普通的搖控器 是萬能搖控器 我手機已經裝了它的APP 它可以控制我們家裡 大部分的電器 不用了 例如, 空調 我要它開就開 關就關 是呀 是呀 還有, 我們的燈 我要它關就關 是呀 開就開 是呀 你們最喜歡看電視 是呀 電視機, 我要它開就開 是呀 關就關 只不過現在目前還未能調台 是呀 是呀 但是我也覺得有些多餘 其實呢 開開關關的, 按一按按鍵 是呀, 走過去 還有電視機 我覺得搖控器 你說調台多方便呢 我真的發覺 你的文化又很喜歡博聚 你用那些很方便 是嗎 但是你一旦用了這個萬能遙控器 你會愛不惜手 好 例如 是呀 大哥, 最後一個份 他要負責 關電器 燈光 是嗎 他有了這個搖控器 之後呢 他可以回到房間 上了床 蓋上被子 然後慢慢才關掉所有的電器 和燈光 嗯 好了 接下來就是女人的福利 怎樣 我買了有洗碗機 炒菜機 哇 還有掃地的機器人 還有一個叫空乾功能的洗衣機 洗衣機 兩位阿嫂可以跟我去客廳看看 好啊 好啊 客廳就可以了 阿三 是 你根據這個說明書 幫大家的手機安裝好APP 我可以給你手機 是嗎 這個臭小子 真是 真是阿茂來的 真是沒有人搞的 那當然要搞的 智能化的 二嫂 大嫂 是 對了 洗碗機 和這個炒菜機 是不是很節省時間呢 拉松 關於你那個洗碗機 我想這樣說 是嗎 他不可以一拌 把這些碗 丟到那個機裡 他必須 比如說 你好像有菜 菜、菜汁、飯粒 要清理乾淨 用水沖一沖 然後分門別類 碗有碗放碟有碟放 然後才可以用 我認為他又浪費水 其實也很浪費時間 而且可能也不用那麼乾淨 說話不這麼說,二嫂 起碼不用你親手去洗 保護你的肉手 大嫂 為你們康家操勞了幾十年 都已經很害羞 好像三十指那樣 不爭過一次半次了 對吧 不跟你說 姐姐現在賣自己的廣告 大嫂 炒菜機可不可以 你別說 那炒菜機還挺好用的 安娟 那起碼不用自己動手了 聽到嗎 但是那個炒菜之前那些悲料挺麻煩 你比方說 阿向良搬個木耳 那木耳爸按在親子泡那兒 阿向炒個土豆絲 還要把那土豆一絲一絲的切 你能不能整個自動切菜機來 切菜機啊 對 如果有的話我會買給你 有餵飯機要不要 你的手鏟子 餵飯 好… 好… 我們家裡不是裝了些視頻加碰嗎 裝不到了 不行 我看新聞 他說黑客可以解開我們的視頻 以後就加碰我們全家 誰這麼幸運 就是當自己是明星 誰敢監控你 這層你放心 我們的監控攝像頭 已經切了密碼 它解不了 不是的 新聞說 它連元代碼也能解開 那些黑客很厲害 還有你看 我們剛才看的網站 就是這個… 它可以全球任何區域 你點開它就可以看到直播鏡頭 這不是問題 我現在發現了另一個問題 你應該和我是一個時代 你怎麼像大哥一樣 吃虎不化的 幾人憂天 我… 這裡沒有你什麼事,你走 不是… 你們繼續說說我們機器的問題 不是,其實拉叔 我突然生氣 你不如退回洗碗機去吧 我覺得它未必洗得比我乾淨 謝謝你 謝謝你 至少和牛 hen 她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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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她 她很能幹 快點, 做工訪 我才能給你看電視 這是甚麼 你不要亂動別人的東西, 很貴的 什麼掃地, 機器人那些是吧 芝士人, 很好玩, 我沒買的 你幹甚麼, 我有手有腳 我自己掃得, 到時來幫忙 甚麼都搞定的 快點走吧…我趕著去煮飯 你不走, 我走了, 快點 老爸, 等等我 請猜她不會上樓梯, 是吧 我掃地機器人不見了 她會不會卡在哪裡, 出不來 我們把每個資料都找過了 按說她也不會飛, 不會跳的 拉叔, 會不會她嫌工作太繁重 所以就離家出走了 我有個帳, 看就知道 有甚麼看 你的朋友 房客來的 不好意思, 不關你們的事 好, 不好意思 在這裡 在這裡 我這裡環境這麼好, 讓你過來坐 好 你又不是你這傢伙發起鑼 一腳踢了機器人, 不知道去哪裡 在那裡, 縮起腳 那邊 別動, 保持住… 是你來的嗎 難道是你來的嗎?找到了… 我沒電了 整條街上都掃亂了, 當然沒電 睡直在這裡, 是吧 你也睡直, 充電了, 馬上生了 這又不是你老爸 不好意思 沒事… 姊頭婆, 你在這裡適合 你這個孫子真是越來越頑皮 把我們那個掃地機的人搬到外面 弄得他失路 那倒是, 這個兒子越大越欣皮 他剛剛吵著要我買一個 那就買吧 老婆娘, 我想問一下 那個掃地機的人好像是你家的 是呀 我也想看, 值得買的 值得看 我們想看 去玩街 通叔, 你真是白癡 還沒見過 是呀, 我帶你們看看 好… 阿祖, 越玩越過 再試一試 你關閉燈 關 拿人家出來 開 開 你們幹甚麼 沒有, 他們一隻二隻 想過來看看那個掃地機器人 是甚麼的 好, 我叫他出來 機器人出來 是 是, 你在這裡 是… 全自動 不是, 高科技當然不一樣 你…這東西是全自動的嗎 還有勤抽的 甚麼 你幹甚麼 譬如說, 整屋的照眉 還有整個旅館的照眉 一部手機, 全都可以控制 這麼厲害 你們這樣, 我帶你們去看看 現場試日 好… 你試一下吧 這麼好看 我現在示範給你們看 好… 按道理站得這麼遠, 是吧 你不知道甚麼是洗澡房、脫房 廁所那些 看不到它有沒有開燈、關燈 好, 這裡全部有顯示 好, 知道嗎 知道嗎 是 關 好厲害 家裡有甚麼事, 這裡馬上就知道 是 我現在又穿回去 好… 穿… 穿… 甚麼?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是呀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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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甚麼燈子斬著斬著 客人投訴 清明已經過了, 問我們搞甚麼 是呀,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控制他 真的 你以為你很聰明, 原來是專頭頂吧 小龍, 我們不回家看電視了 發哥, 看來高科技的都是一般 給了, 我們訂先看電視了 訂先看電視了 有東西看電視了, 我也回餐廳 拉叔在做甚麼 甚麼聲音 甚麼聲音 阿爺媽媽在做甚麼, 這麼吵 來…沒了… 阿祖在做甚麼 他說要在房門口裝一把智能鎖 裝甚麼鎖 大家都沒裝開, 怎麼沒裝鎖 不…我興起了, 他跟我說過 大伯, 你說是你弟弟, 最近搞甚麼 十點了 為甚麼不行 難道要走近一點才能感應得到 好 奇怪了 難道要先燈嗎 沒有電嗎 我那些高科技是怎樣 還有急來的問題 唐小姐 康奇祖, 現在幾點鐘 今天要開會, 你記不記得嗎 你的方案, 客人要討論 他們已經到了等著你 你現在困住在房間裡, 無法出來 行了…你無法回來 我們就視頻會議了 行了…不用多說了 馬上換正裝 五分鐘後, 會議馬上開始 要不要急 不用急嗎 可以開始了 大家好, 我是方案的設計者 接下來我會介紹我們這個創意 他的內涵既平凡, 又有創新 創新得來, 即是時空穿越那種… 唐小姐, 買了早餐給你 不用了… 不好意思… 好像有電話 不用了 我…切碗吧 開了 康奇祖, 你耍了嗎? 你不是不想弄嗎? 早 剛才我在門裡好像聽到唐小姐的聲音 你不是跟唐小姐… 玩完了 你別玩完了, 你是不是藏在哪裡?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我回公司解釋 拜託你, 先穿褲子 大哥, 你待會兒幫我拆開它 為什麼? 你不是說是高科技嗎? 高什麼科技?拆開 姐姐 爸爸… 喂, 婆婆, 怎麼了? 小龍啊, 你來玩人家那裡 跟阿蕾姨玩一會兒 婆婆超市正在回來的 喂, 千萬不要走遠 婆婆回來就接你了 知道了, 拜拜 小龍哥哥, 這是什麼? 這是智能手錶 叫你媽媽給你買一個 我們就可以做好友了 真的嗎? 我們班的同學都買了 你看, 我剛剛不是給婆婆打電話了嗎? 哇, 現在超市認真大放 以前幾張那些什麼問卷 她就送你這麼多雞蛋 還有購物袋, 是嗎? 你別說, 她送的雞蛋還挺新鮮的 是啊… 就是你眼尖, 發現這個活動 不用說 一有這些筍東西 我整個雷達就馬上接收到了 好, 後天呢, 是那個會員那個什麼 會員日來的, 超市 到時候一一月就送貨了 好啊… 我們先走了 好, 拜拜 小龍, 回來 多多, 我們明天再玩吧 拜拜 多多, 回家吧 媽媽, 我要買智能手錶 你說什麼? 什麼手錶 就是能打電話的 回家再說吧, 走 回家了 來, 寶貝進來 媽媽 到家了 你給我買智能手錶 什麼智能手錶呀 媽媽要去做飯了 一會兒送叔叔要來吃飯的 人家小龍哥哥都有 我也要 問得不說 我聽到了嗎 我想要啊 你想要什麼 智能手錶 叔叔, 給我買智能手錶吧 智能手錶啊 對呀 來了 走吧, 走吧 好啊 你怎麼要收叔給你買東西呢 你有禮貌 你又不給我買 這個小傢伙 炒得要買一個什麼智能手錶 說是同學有, 太眼纏了 是不是那些 懂得定位的兒童手錶 手錶還能定位呀 不僅定位呀 我跟你說 可以打電話 可以監聽 可以發訊息 現在很多家長呢 很捨得買這些東西給小朋友 那這個東西不錯嘛 那我也可以多多買一個 這樣呢 怕在學校安不安全 我都可以監視到了對吧 不過你要小心點 因為最近央視曝光了呢 這些手錶呢 有安全隱患 還有隱患呢 是 原理很簡單啊 他的手錶 和你的手機呢 中間是靠一個服務器 傳遞訊息的 如果那些客客很壞的話呢 他就可以入侵到這個服務器當中 去監控他的行蹤 監聽他的說話 甚至乎你們的電話號碼呢 全部都被他知道了 喲 這樣啊 嗯 原來是有考慮一下 唉 那又不用這麼擔心的 我是說 他是有一定的安全隱患而已 除非那個客客很討厭你 他才會去搞你的 如果不是沒事的 那還是要考慮一下 不 我要買 呃 如果你是不放心的話呢 明天我接阿多多放學 好啊 好啊 那就麻煩你了 好啊 好啊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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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 你在哪儿 明明显示是在这儿的嘛 去哪儿了 多多 多多 多多多多 多多多多多 相当多漏洞的 只要你有心的话 分分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多多接走 弄了半天是你在捣鬼对吧 对了 你怎么知道多多多今天要来少年工呢 我真是想跟你说 真是很简单的 昨晚我用电脑进了服务器 然后发了一个指令 然后之后 你女儿打的任何一个电话 我那边都听到 我明白了 所以你故意来把多多接走 目的就是想证明给我看是吧 全中 你知不知道刚才吓死我了你 我 对了 我们说完少年工之后 我去洗澡了 你还听到了什么 没有 当然没有了 什么都没听到 你说完去少年工呢 我就收了线了 看来这个手表是真的不能用了 来 多多 把手表给妈妈好吗 那我们先走了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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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心急干什么 怎么了 我好想认认真真跟你解释一下 安全流动在哪里 很简单的 这个手表 只要我入侵了之后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家长 姓什么名什么 住在哪里 什么电话号码 全部都知道了 那边一响 马上听到 你说得挺吓人的 人家用得好好的 被你这么说 我也觉得它不安全了 我本来还想用它来买个放心 结果好了 我的用户体验 直接被你毁了 你要补个女儿平安 你只是靠这标解不行了 你要是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研究一个 不被入侵的GPS出来啊 我如果这么厉害 我研究到出来 就不用做形象设计师了 是不是 那也是啊 我们走了 你忙你的吧 再见 多多 再见 多多 多多 我靠你半天 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的手表在慢慢呢 那你不戴上呢 就是呢 来来来 你坐下 我正好想跟你说说 这个手表的事情 怎样 这个智能手表啊 它有漏洞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安全 你是怕它有複射是吗 怕的手表公司 不是不是不是 不单只是辐射 宋云也是给我看了 嗯 它能够监听到我和多多的对话 嗯 而且啊 它能够监听到多多周围所有的一切声音 这么厉害 是啊 你看看看 这个什么什么标 多多这个 哦 哦 你不怕呢 他和小龙都不是一个牌子 是不重要的 哎呀 就是呢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大意的好 那个 这种服务器啊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呢 是不是啊 哎我告诉你啊 宋云就是通过 入侵这种服务器来进行窃听的 他 他还可以获得你的个人信息呢 喂 小龙 你们班上的小朋友 有没有说 戴这种智能手币不安全啊 没有啊 我们全班都带了 听到没有啊 他说没有啊 我从来都不知道 什么入侵啊 什么黑客那些 如果说有黑客就有一个 那个就是宋云啊 哎呦 朱师奶啊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啊 宋云告诉我啊 他只要是一个代码 这个手表啊 他会自动给他打电话 啊 大人惊是真的啊 哎呦 你要是不信 我现在就试给你看啊 我只要一按这个键呢 打出去这个电话 接电话的人一定是他 有没有啊 有什么事啊 你看 听到了吧 宋云啊 你说这个手表是不是有漏洞啊 是啊是啊 你看是吧 我没说错吧 哎呀 其实吧 朱师奶 小龙上去放去 还不都是你在接送 对吧 这个手表根本就是多余的 戴了还不如不戴 戴了呢还多个隐患呢 又美啊 我为什么你和宋云的关系不一般呢 你怎么这么说啊 你刚刚说了 你一按就肯定是他接电话的 还有啊 我常常见到他好像我老爸那样 你接阿多多去幼儿园 接阿多多回家 是呀 就是那呀 你看我好像跟你说了那么多 想让你引起注意 可你偏偏就不信 行了行了 那我就先走了 信不信有你了 好 走吧 是呀 是呀 你看他 一说到宋云就心虚了 若果你两个真的没什么 小龟不紧张吗 婆婆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整间学校这么多小朋友 拐子都会看中你 是吧 小龙不会这么当虚的 是吧 不不 婆婆警告你 以后婆婆一定会接送你上学的 若果有什么 那些生保人来接你 你不理他说什么 你都没听 千万不要跟他走 知道吗 知道 他不相信 他人都没有带他 有什么等红队 你很告诉大家 他也可以拿走 你也不信 那谁 我说他不信 你什么 他不信 你 我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ffiliate, 就是年晚配, 就要贓, 就要贓, 就要贓… 你一定要贓, 就要贓, 就要贓… 你一定要贓, 就要贓, 就要贓, 就要贓… 你一定要贓, 就要贓… 你一定要贓, 格子农优独播剧場 我知道是誰把我的資料洩露給你的箱子看 哪個… 宋雲 就是他利用他的技術 把我手機裡的資料和號碼 撕露出去了 你的手機號碼 全都在槍城街的人都知道 為什麼要害人家的那種雲 什麼難聽的?那張照片呢? 那張照片是槍城街人人都有的嗎? 是我保存在手機裡的 只有那隻臭小子 他才有本事偷偷我的手機的東西 不過話說回來 我看他的照片真的找得挺漂亮的 那你現在還挺省鏡的 你試試看了嗎? 是…麻煩你 給我把你的拖車拿回家 我馬上去找個宋雲 我幾打都不肯過他去 你聞清楚才好 不要濕氣, 欣如高血壓 在這裡玩什麼? 設計圖, 趕工 你別管我…你看 你別管我 宋雲 宋雲 你這個臭客客 你為什麼把我資料 洩漏給老年商看網站? 什麼? 用夕陽粉老年商看網站 祝師奶小聲點, 很多客人在這裡 什麼夕陽粉老年商看網站? 我跟你無縣無仇 祝師奶, 我怎麼會出賣你呢? 我怎麼知道, 怎麼會出賣我呢? 你們那天不是跟尤美說的 只要小孩帶了什麼智能手錶 你就有技術就在智能手錶上 拿到我們大人和小孩的資料 還可以偷聽我們所有人的說話 理論上和技術上應該行的 承認吧… 你當然承認吧 整條街頭, 你認識你的技術 不是你, 是誰? 祝師奶, 你一打橫來講 我認識而已, 不代表我會做的 你真是誹謗我 臭小孩, 你敢說我誹謗你, 你… 我知道了 你就靠出賣我們這些街坊的資料 你賺錢的 祝師奶, 你真是 生嫂子要說就說 你無證無據, 你屈人 我現在沒說你, 你幫著她幹什麼? 你欺負她連你也賣了 她這些人做事會留下證據 我不管, 你馬上替我刪掉她 你真好笑, 都不是我發的, 我怎麼刪呢? 我告訴你怎麼刪, 是不是? 你不是黑客嗎? 你不是很厲害嗎? 祝師奶, 你開口又黑客 埋口又黑客, 你別這麼大聲 這些是煩的, 你唱得到處都是 我以後還要在槍城街逛? 害怕吧, 我告訴你 你不馬上刪掉這些資料 你不當眾跟我賠禮道歉 你別指向你槍城街逛 我幾下都不肯過你了 我問你… 你幹什麼? 祝師奶, 還在這裡 我替你監督她, 要她生, 好嗎? 你不生, 我找你 行… 先回去, 別不漏氣, 別不漏氣 我把你監督你 快點… 你真壞蛋 你慢著… 一天最壞的就是我跟尤美說了 現在弄到竹蟲了 你真是得罪了, 竹師奶 各位沒事, 繼續喝咖啡 小龍, 手錶給我 為什麼? 我告訴你, 這個手錶很牙煙 它是一個監廳戲 若你帶了它, 你說什麼的壞人也會知道 是嗎? 小龍, 她超市送貨了 今天會員日了 我剛剛走過去了 誰知道有件事弄得我去不成 什麼事? 不知道哪個壞人 把我的資料放上那個 直陽粉的老年人相看網站 真慘 我幾十歐了 讓她這樣做, 我真是萬節不補 是呀, 是不是真的?我先看看 誰把你的資料放上去知道嗎? 我猜就是那個宋雲, 那個死黑黑了 我的資料都在這裡 是呀 我看看, 你看 這不是我嗎? 這…真函的資料也在上頭呢 電話號碼也有了, 真慘 不… 即是你們兩個都中招嗎? 是呀 八八姑我問你, 你的孫子有沒有帶到你的智能手錶? 是呀 有, 那你家裡的寫法法呢? 當然有啊 不用問阿貴了, 一定是那個臭小子 這… 宋雲? 就是那個臭小子 我們整條街, 只有她懂這個技術 不是, 關鍵是她把咱們的資料放到那個網站上 對她個人有什麼好處 傻的, 她把我們的資料賣給網站來賺錢的 哎呀, 真是值得了 哦, 為了我幾個錢, 賺賣了那些街坊 不是呀 是嗎? 哎呀, 我就她那個眼神 你說像人家年輕美貌的 怎能把你的資料放到那個老人的相親網上呢? 我剛剛去罵了她的 想不到現在她連你們都搞蠻 走, 去找她算賬, 一定要她賠償 好, 走呀, 找我 你去家裡, 不要出去呀 小子, 不用擋著臉了 是呀, 你化成灰, 我都認得到你的了 宋雲, 你到底把我們賣了多少錢? 你說, 找你惹你了 為甚麼要把你的資料放到那個老年人的相親網站上? 哎呀, 三位姐姐, 你們別吐得吐, 好嗎? 啊, 還說人家誣陷你? 哦, 我們三家都有小孩戴著智能手錶 那不是你是誰? 天啊, 你們三個姐姐為甚麼說不說道理呢? 哎呀, 你用死雞撐飯蓋是嗎? 好, 各位美女, 我告訴你 不要拍… 這個臭小孩的名字叫做宋雯 她以前是搞電腦的, 做得壞事多做不下 所以現在改行做服裝生意 但是她不心識, 暗中就在這裡做, 走開了 然後把我們街坊所有的資料賣上網站 哎呀, 竹少爺, 我真是服得你交關 哎呀, 我的生意才剛起步 現在被你拆了, 你可不可以幫小龍職一下 你職一下就先, 趕快沒有交代你做過那些壞事 又不是, 我每天坐著唱壞事 我都沒有做過, 我要交代些甚麼 要不就這樣, 我幫你查一下 來, 拿一張錶來 你給他一張錶, 我還能擔保嗎? 沒事的嘛 沒事的, 我擔保 好呀, 給我一點時間 我這隻型號 奇怪呀 資料顯示裡面的東西 所有檔案沒有被人下載過 我又不懂你這些甚麼技術 你現在怎麼按就怎麼說都行, 是吧? 技術你又不懂, 數字你懂得看了吧 零呀 是呀… 家裡哪有甚麼私隱 你隨便去那些入會 註冊了甚麼帳號 資料都賣給別人了 你現在要他查, 難為他 就是呀 難為他也要查, 又說我們怎麼辦 你知道嗎? 現在每天那些人打電話發短訊 要約我出去吃飯、雙啟 這麼笨, 這麼快就答應了 做得不好浪費嘛 你一定是 喂… 我沒有… 你不要去那裡, 你可以的 你怎麼做的 你怎麼做的 你們兩個都有這個袋子 你呢? 我知道了, 去超市入會註冊 你認識了嗎? 不過我沒有註冊 因為他要欠很多資料, 真麻煩 而且還要我拍張照 不是呀 給你 我…我真是想起 他真的叫我們拍張, 我們拍了 是嗎? 是呀 真是想不到 我…我為了那盒雞蛋 自己賣了自己嗎? 有可能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那…我們就沒他扶了 怎麼? 正所謂, 度高一尺就摸高一像 我想這些事情 公安部門不會坐視不理的 作為普通百姓 我們最應該做的就是便宜莫貪 要不要幫你嚇他們的網站 嚇好… 好… 嚇他們… 不過… 嚇別人的網站是犯法的 車…大姐一港 我幫你操作人 感谢观看